老花一每日一档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说我关注你很久了每个视频都看 你要每个视频都看臭宝你就应该了解啊 他说他这个月季 叶子有点皱皱巴巴的不伸展 这个还是缺乏光照 月季是喜欢那种全制造啊 尽量的全制造在夏季高温的时候适当的遮着阳也行 不遮阳也能挺过去 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 咱们的光照还是差一些温度可能还是不够 所以说呢你就感觉哎呀老师皱皱巴巴的 他没有阳光 他就感觉我的叶子舒不舒展无所谓啊 所以说他就不是很舒展 所以说你要盖他这一个脸 看一下这个花油 然后呢他经常喷水月季是不需要经常喷水的哈 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没事 这长挺好的多给足一些光照就好了 下一个出本说老花一帮忙看看 我自己牵插的小苗顶部都是芒芽该怎么修剪 这个没什么事啊 我看了一下 月季没什么事 给足光照养的挺好的 你说月季芒芽 他叶子多了以后呢他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 等到他咱们光照适宜了是吧 温度也适宜了 你拿出去正常晒的时候就适当的剪短一点就好了 再说了他顶端都会开花的月季一般都不会说是很忙 不会很忙的 好吧 有多点叶子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坏事 该剪的就剪没事 剪的挺好的 吃凡叶帽了你还愁得慌 下面那个根部没什么事 这个没事 他素皮损伤吗 没事你要是闲他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你可以找点泥巴稍微给他裹一裹 别的没啥 咱们依然是没有啊不用管 下个醋宝说迷迭香刚出的苗焦水不知道怎么叫 哎呀天天说焦水的问题 醋宝们记住了任何时候讲任何话都是干了就焦不干不焦干透焦透 略干一点植物爱长根 干透了牛焦透就完了 干丝就是自己的判断判断了可以插一个筷子在里面 好吧这话我连干事都判断不了干事判断不了小时候没插过水吗 鞋里面没进过水吗 别的没啥你正常的可以喷一喷水保持微微的潮 现在可以晒晒太阳了别强光猛晒就行了光照可以给足一些 假如说被我妈摧残了几个月的龟尾竹尽力了 哎呀就剩这一片的还能活还能活还能活种到土里面还能活啊现在没什么事就是被他妈弄的这个水有点大把根都烂没了别的没啥别的没啥 呃重新找一份土我们家也有啊那个土比较哇塞重新种上还能活 下个寿宝说又来请教了去年买的秦也荣大仙女仿佛不怎么好了 呃我看看嗯现在呢就是有一点点水大哎就是现在这个气温吗通风也不怎么够意思是吧 呃注意一下咱们自己的控水干了就焦不干不焦 然后到了春天就好了适当的给一点光照不要强光暴晒温温暖暖的那种散射光就够了好吧 下个臭宝说说啊有问题想请教你啊我家茶花受寒了现在就花包现在现在该打腕 我都成书了 要动个屁了宝贝啊现在如果说还不能恢复正常的一个气温的话呢这个就加喝吸去了好吧学伙子 喊我书 真真疼输了哈啥事了 好了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哈不知不觉自己也当输了老花一养花最沾一 好了